臺灣藝人歐陽娜娜在中國大陸 被逼迫對身份認同 做出表態 中共官方微博還找出幾年前 她在臺灣觀賞美國神域藝術團演出的報導 讓她遭到中共網友圍剿 與中共公安部打壓 對於中共的做法 臺灣朝野立委都予以譴責 並呼籲大家應該給歐陽娜娜正向能量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歐陽娜娜是中共獨裁一言堂式文化的受害者 她建議所有面對這種壓力的人 不要一味迎合這種獨裁又愚蠢的逼表態文化 國民黨立委陳學生說 如果兩岸要好的話 政治不要污染到民間 讓民間可以自由地交流 要求臺灣學生或大陸學生來對政治表態 都是一個不妥協的事情 臺灣法輪大法學會也發表聲明 這項是升級版的周子瑜事件 也讓臺灣人民和全世界自由世界的民眾 再次認識到中共政權對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粗魯控制 對基本人權的踐踏 神韻藝術團今年在全世界100多個重要城市 演出近700場 獲得各國包括臺灣藝文界、政治界、企業界 以及宗教界的無數高度讚譽